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健康新主张邀请几著外科专家为您详细解答 心情好 身体棒 欢迎收看健康新主张 大家好 我是文婷 大家好 我是大牛 健康新主张全新开播之后 已经陪伴了大家一段时间了 作为一档关注生活 关注健康的节目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 就跟随我们的话题 关注您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您不方便守在电视机前的话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 互动随时进行 移动的都市频道 期待您的关注 当然 您还可以加我们都市容媒的微信号 这样都市频道就是您的一个微信好友了 您就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 我们还能在朋友圈里互相点个赞 大牛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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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你看 这像什么 这个 像啥 你这整形抽象 抽象吗 别动 别动 盖楼啊 盖楼吗 猜呀 快点来 不是 不 这玩意咋猜 你给点提示或者范围 你主要咱俩想象力吧 它有时候它不在一条线上 什么叫想象力不在一条线上 咱们聊的这个东西 我给你摆的这个模型它肯定是和健康有关 对不对 而且它比喻的是身体的一个部位 你觉得它像什么 我再给你点提示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往后看的话 往后背上看的话 你想想我们后背上 你再想想 发挥一下想象力 我整这个紧张 我手都不敢动 你变了 我拍 你瞅瞅 你眼瞅就倒了 是不是 往后背锁是吧 后背位置还挪起来了 对 你是说就是挤柱吗 就后背这个 叮咚 答对了 答对了 说 不是 谁挤柱像你罗上这样使的呀 那就真麻烦了 我跟你说四个字形容一下就是 七扭八歪呀 老北京讲七扭八正的 得了吧 怎么 我告诉你啊 实际上这没有七扭八歪 也就是两三歪嘛 你看看 两个歪 啥歪 挤歪也不行啊 对不对啊 怎么不行呢 怎么不行呢 我告诉你 人的脊柱 它本来就是有生理弯曲的 从上到下 要是笔直笔直的 我告诉你 那才是病呢 懂不懂 在这儿等我呢 是吧 行 怎么样 你也是煞费苦心呢 对了 行了吧 那咱今天是不是要聊聊脊柱这个话题啊 这回也答对了啊 就是要聊聊脊柱的健康问题 或者更精准一点说的话 其实是咱们腰背疼的问题 这个而且是腰背疼的要命了的问题 哎呦 我天呐 我跟你腰背疼 我估计啊 很多人都有过 说的怪吓人的 你别卖关子了 你把这个要命的腰背疼 和什么疾病相关说一说 别着急啊 我呢 再给你一点编导准备的线索 好不好 这样咱们节目不爱做啊 让大家更好地警惕这种疾病的信号 下面呢 通过一段视频 一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健康 哎 大牛看完了视频 有没有点眉目 这个电影我看过 主人公患了癌症 但他以为自己长的这个肿瘤呢 切掉就行 所以说面对这个病还是挺乐观的 没错 虽然同样是肿瘤 但是呢 有些肿瘤可能是无法治愈 有一些呢 及早发现的话 就可以进行积极的治疗 就可以治愈 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 就是脊柱的肿瘤 你听过脊柱肿瘤吗 我说实话 真就没听过 是吧 是那个腰背上长的肿瘤吗 没错啊 这种脊柱的肿瘤的信号呢 就是我这个腰和后背很疼 不是要说背疼啊 在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 尤其是中老年人呢 有个腰酸背痛的啊 最多想到的是不是腰筋盘突出 腰脱儿之类的 让你这么一说 还可能是肿瘤引起的 就害怕了 那得了这个脊柱肿瘤 能切掉吗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这个记者呢 特别走上了街头啊 咱们看一看 大家对他了解有多少 脊柱肿瘤应该是 注意点吧 是不是啊 不能干累活 脊柱要是得脊柱 那不就完了吗 那也弯曲吧 啪得要走道吧 我也不懂啊 脊柱肿瘤就是 给腰顶长的肿瘤 或者是别的肿瘤转移过来的 看完大伙说的啊 大多数是吧 和我一样都挺纳闷 为什么脊柱上会长肿瘤 对 你看看 有数据表明是这样的 脊柱肿瘤大约占 全身肿瘤的6%到10% 它的发生率呢 一点都不低 一种呢 是原发性的 一种呢 确实是像刚才这个 接采的人们说的 是其他的这个肿瘤 然后转移到了这儿 产生的这个脊柱肿瘤 前面呢 我们也说了 这个脊柱肿瘤 它的预警信号 就是腰背很疼 这个很多人实际上 最怕的就是 把这个脊柱肿瘤 当成小病给忽视掉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当回事 那咱们今天呢 不能再让大家 跟着一知半解了 赶紧请出今天做客 我们健康新主张的专家 激临大学第一院 脊柱外科的 傅长峰傅教授 来给我们讲一讲 傅长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脊柱外科副主任 医学博士 副教授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专门从事脊柱外科临床 教学和科研工作15年 擅长脊柱退行性病变疾病 脊柱创伤 及脊柱畸形的诊断与治疗 那今天呢 做客我们健康新主张远博士的呢 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脊柱外二科的傅长峰教授 傅教授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非常想了解的是 这个一个很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个疾病 而且就是我感觉 它好像发病率 不是特别高的一种疾病 就是脊柱肿瘤 就现在这个病多吗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脊柱肿瘤本身 它分原发和转移 但从现在的调查来看呢 80%的肿瘤患者 最后都会发生脊柱转移 脊柱是转移 转移癌里面 除了肺和肝子外 第三位搞的叫靶向部位 所以说脊柱转移瘤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如果要是 可能有很多人 他都转移到脊柱了 可能他才发现 是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是吗 对的 因为本身脊柱转移瘤 到最后他会有明显的疼痛 如果导致椎体塌陷 破坏压迫神经 他也会有一些 不全结痰和结痰的症状 所以他会发现 但是还有大概 那种三分之二的患者 到最后到中末期 就是本身患者已经不行了 其实他也没有发现 最后在撕检的时候发现 这种情况也有的 也有这种情况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病人 他是就是觉得 我腰疼 然后来看病 然后一检查 发现有这个情况 就是这种 对的 后背疼 腰疼 胸椎反而是更多 转移病状更多的 底部位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觉得说 我这疼那疼不好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好像有疼痛提示 是个好事 对 就像大家说 疼痛本身是种自我保护 所以疼痛呢 一定要适当地关注 不要平常不太在意 有的时候 有可能影响失大 好吧 那咱们就还是来聊一聊 这个脊柱的 这个肿瘤的问题 如果要是一个人 他得了这个脊柱肿瘤的话 他在早期 或者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症状 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不管是原罚还是转移 他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最主要发生症状 主要还是疼痛 这个疼痛呢 它和其他的这种 像蜕变性疾病 肩盘突出 外伤 它有一个明显不同的 这个疼痛是静息痛 就是它静息痛 就是如果动的时候不疼 对 早期 动的时候 它反而会有减轻 有减轻 但是晚上休息的时候 正常 比如说我们 有腰肩盘突出 可能休息的时候会不疼 但对于脊柱肿瘤的患者来讲 他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 夜间痛更明显 这是一个可以 作为我们很重要的 警示的一点 一个鉴别 对 那除了这种疼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呢 对 除了疼痛之外呢 因为本身肿瘤 它引起症状 一个是它在局部 局部它造成这种 骨膜的牵扯 引起疼痛 另外一种呢 就是它如果 肿瘤增长到一定程度 它会刺激 压迫到周围的这些阻子 但脊柱呢 最主要就是神经 它可能会刺激到神经 引起神经的牵扯症状 在胸椎 你比如常见的 就是肋结神经痛 患者经常说 我后背疼 但是呢 我也沿着这个肋骨 窜着疼 腰椎呢 患者可能会出现 我腰疼 但我也会腿疼 再严重 再严重的话 如果它压迫到脊髓 压迫到硬门 压迫到神经之后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走路腿没有力量 无力 或者严重的话 就走不了路 会出现这些情况的 所以我就觉得 有很多人就是说 哎呀 这个我身体好 我能挺 现在我反倒觉得 如果要是身体上 出现了一些什么 不是的 可能你觉得 不太严重的情况 还是应该重视 要不然的话 就是反而你忽视了 这些提示之后 这病情会加重 有更加恶性的时间产生 对 这就是治疗 治疗的问题 如果早期发现呢 有些微小病灶 你可能会得到 很好的治疗 如果比较晚 一个是治疗 可能是得不到 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你比如说神经 压迫到一定程度之后 可能神经 它不会恢复得特别好 再一点呢 如果要治疗的话 你可能付出代价 也比早期治疗 付出代价要大 对 还有一点呢 本身脊柱转移癌 它可能也受到转移嘛 脊柱转移癌 本身也可能是 早于原发症 会出现症状 就是原发症 没有症状 我们很多回见到 对 患者是脊柱转移癌 脊柱的病灶来看病的 查之后 才发现 是 它还是转移来的 别的癌转来的 但是那个地方 你还没发现 还没发现 对 那要是如果要这样 这反而是个好事 是吧 对 因为它可以提醒你 之前发现这个病状 对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 它这个原发癌 你还不知道呢 还不知道有 不知道 对 那这么看来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是 别觉得什么 我后背疼 腰疼 这是正常的一个 社会现象 是一个 大家都有的病 可能不一定是 这个需要鉴别一下 对 那么这个 我觉得像 这个脊柱的肿瘤 它其实是容易和 其他的一些 简单的这个腰疼 或者肩盘突出 什么椎管狭窄 这类的病 混淆的 会吗 在老百姓当中 它可能会 不太好鉴别 但是在专业的脊柱外科医生 他应该还是很好鉴别的 一个是症状 像我刚才讲的 静息痛 然后再一个 局部的检查 也会能够发现 一些有意义的特点 最后 现在咱们的检查 也比较普遍 做核磁 吸涕 都可以早期发现 这个病状的 好 那说到这之后 我觉得我还想回到 刚才咱们聊的 这个话题 您讲到说 有一些 它原发癌 它还没有发现 但是它的脊柱转移癌 已经出现症状了 对 是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 它都往这上转移呢 脊柱本身 它就是位于 咱们这个身体的 一个中轴部位 中枢部位 对 它和许多脏器 它都有一些 血运的这些联系 转移癌 肿瘤的转移 很重要的一个 转移途径 就是经血 经过血管 再一个呢 脊柱这个部位 它这个血管 包括静脉 它有个很特殊的结构 它没有静脉磅 什么叫静脉磅呢 就是很多静脉 它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静脉 血流沿着一个方向 回来 它会有静脉磅 只能向一个方向走 但在脊柱这个位置 它没有静脉磅 所以血流 如果压力有变化的话 它可以在局部停流 停流 停流的过程当中 这些肿瘤的这些酸子 它就容易 在这儿驻扎 明白了 驻扎之后 它就破坏脊柱 破坏脊柱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说 说这个癌转移到哪了 转移了就不好了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个癌症这个问题 是个沉重的话题 对 医疗好像觉得挺沉重 但是我觉得好在 就是现在 对抗这些肿磅的这个方法 还是挺多的 不管是什么肿磅 对 是吧 就像我觉得 就是说到咱们的脊柱肿磅 咱们不是也有对抗的方法吗 对 对吧 就是 而且如果要是 比如说它原发的这个癌 我没发现 现在我从脊柱这发现了 其实也不一定说 就是不能够与这个肿瘤共存 有很多人还有一个感受 就觉得说 说我这个既然已经转移了 转移到这儿 脊柱肿瘤嘛 也有症状也怎么样了 可是 就是不是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对 我们就在讲两方面的观点 一方面就是不要忽视它 另一方面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放弃了 从现在治疗的这种发展来看呢 肯定不应该放弃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分类的方法 通过这种肿瘤本身的特点 它的量恶性的程度 因为即使是恶性肿瘤 它也会分这种恶性程度的高低的 对 还有一个本身你破坏的程度 破坏转移的程度 这个破坏转移呢 包括在骨的转移 还有内脏的转移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 评分的一个量表 来评价这个脊柱转移癌之后 这些患者 他这种预计的生存期 是大概可以评价的 如果生存期长的话 因为肿瘤我们知道 它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不是因为肿瘤本身 它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是因为它这种无限的这种 到处去增值 扩张 扩张增值 对 侵蚀性 它会影响我们这种营养代谢 还有一点呢 它会侵犯到重要的脏气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 会让脏气和其他的一些地方 它这个功能就失去了 是的 对 所以说脊柱肿瘤也是一样 它当你影响到脊柱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评价 它到底的生存期 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生存期相对来讲 是比较乐观的 有几年以上 这个时候你就要 我们所要能做的 就是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通过改善生活质量 来终止这种肿瘤 或者是延缓肿瘤 对这种生命周期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治疗 在有大部分患者当中 还是有意义的 如果发现得早的话 不光有意义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是的 这个就是 因为刚才在聊天的时候 知道 这个傅教授现在就是 其实是在学习 这个脊柱肿瘤的 这个治疗的一些方案 是吧 就是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东北 也处在中国 现在就是说 这个比较 这个一线的城市 或者是说国外的人 面对这个事情 大概大家的选择 都是什么样的呢 在国外呢 在一些发达国家 他们各方面这种保障 和我们略有区别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是有一种成熟的方案 首先来判断 肿瘤的性质 然后它是适合放疗 化疗 对于脊柱肿瘤 因为我是外科医生 涉及到外科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是来评估 它这种风险到底有多大 所谓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要通过治疗 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主要是来避免 避免什么 避免疼痛 减轻疼痛 这样的话呢 患者可以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休息 第二点呢 是稳定这个脊柱 不要让这个肿瘤 对脊柱破坏到一定程度之后 导致这种病理性的 叫骨折 骨折之后压迫神经 患者可能还能活一段时间 或者是活几年 或者活几个月 那是不一定的 或者活十几年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要在这一过程当中呢 人还是可以正常 正常生活的 但是呢 压迫神经就瘫痪了 对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治疗的 主要目的就是 一个是延患疼痛 再一点呢 就是避免这种 早期的这种结痰 这是我们所能 给患者带来的一些 外科治疗方案的 一些办法 咱们提到治疗了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 也就是说 您刚才提到的 这两点是 这个外科对待 这个脊柱肿瘤的目的 对吧 我就是最终要达到 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要评估 你这个肿瘤 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这个 这个肿瘤 对你影响是什么样的 然后接下来 如果这个手术 做你会怎么样 不做你会怎么样 是吧 它是有一个 这个很详细的评估的 对 那在一线城市呢 现在一线城市 就是说 就是做这个 手术的比例高吗 或者说 他们这个 面对这个 这个这个病的 现在都是一个 什么情况 因为一说起来 这个病我就觉得 哎呀都转移了 然后又都到脊柱上了 可能大家就比较悲观 对 因为在我最开始 学习的时候 大概20年前 脊柱肿瘤 基本上就是 对于医生来讲 和对于患者来讲 可能都持一个 主要持在一个 放弃的一个态度 在咱们这种城市呢 可能专门搞脊柱肿瘤的 医生是没有的 但在一线城市呢 因为它 处在一个国家的 这种中心 患者比较集中 现在有一些医院 是专门有搞脊柱肿瘤的 这些科室 而且他们做的也非常好 就像我现在 学习的这个医院 每年脊柱肿瘤 单纯一个科室 脊柱肿瘤的患者 就是1500台左右 手术 天天晚上 他们手术要做到 第二天早上 所以说 患者是比较集中的 这样的话带来的一个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很容易形成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就是我们 现在要学习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学习 如何做手术 我们也要学习 如何去标准化地 管理这个患者 选择合适的 我们应该去 外科治疗的患者 什么样的患者 我们应该去外科治疗 什么样的患者 我们应该去 让他去做其他的 放疗化疗综合治疗 然后他们的顺序 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主要学习的一个方向 也是对于 治疗患者来讲 有可能你不同的方法 有可能得到 不同的结果 这也是有可能的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有很多人说 如果你要是 用另一个角度 去看待肿瘤 或者是看待 癌这种疾病的话 实际上 它可以和很多 慢病相提病论 只不过它严重一些 是吧 严重一些 而且有一些 癌也好 或者肿瘤也好 就是当你正确地面对 或者说你积极地治疗了之后 你的生存期设 和生存质量 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的 是的 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大家面对 这个疾病的时候 还是应该 我觉得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对 那么我们刚才 谈完了治疗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其他的疾病 说完了之后 都会谈一谈 说那我到底 应该怎么预防呢 可是到了这一关之后 我觉得这个脊柱肿瘤 就没什么可预防的 预防 说起预防确实很难 但是呢 我在想 就所有的患者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有办法去改善的 或者是延缓的 抛开治疗来讲 其实我还是想提一点 自己的一些想法 心情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 人这种态度 心情 是绝对会影响到 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对 对 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这个心大的人 他就不太得病 对 确实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 心态积极一点 然后去这个面对这个疾病 那接下来我们还回到 脊柱肿瘤这个疾病上来的话 就是对于你们外科医生来讲 或者说对于他的这个 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讲 他能不能够接受手术 或者接受手术 是不是有一个最佳的 一个关键点 有个关键期 有这样的时间吗 对于肿瘤来讲 不光是脊柱肿瘤 所有的肿瘤都是一样的 早期发现是最重要的 但是目前来讲 早期发现的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因为这种检查 很多时候 你像咱们体检 有的时候RX双片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发现 因为RX双片是比较经济 变异的一种检查方法 但脊柱肿瘤 往往你破坏得达到 三分之一以上 RX双片才能清楚地看到 对 核瘤是我现在经常 我愿意去做的一个 常规的一个检查 它应该是能够最早 比较早地去发现的 但话说到最开始 咱们谈到的话题 还是症状 看症状 一定会有症状的 如果没有症状 也没有必要去 对 我就怀疑 我现在什么都挺好 怀疑 我能不能得这个病 对 那个也没有必要 对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的节目 有一群追随者 有不少的观众 就是我们今天 讲到哪个话题了 然后可能这个 过这一段时间 这个科室 就会有不少人去检查 在这里呢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 这个不要像我是一样 我最开始的就是 任何一个专家来了之后 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 我就怀疑 我有没有这个病 我家谁谁 是不是也有这个症状 是不是就往上靠 但我觉得这个 咱们就这个 别说脊柱肿瘤 就是说这个疾病上来讲的话 其实他发病率 也没有那么那么高 是 对吧 对 他不是一个常见病 多发病 对 因为虽然现在就是 患癌症的人很多 但是他和健康人相比较的话 他还是少数 还是少数 对 所以大家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意识 那刚才我想问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您都回答得非常的细致了 但是您要来之前 我们特别在我们都市频道的 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 就是征集了一些问题 然后有不少朋友 发了很多的问题 热烈 我们在这里边 对 我发现了 就有这方面需求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就筛选了几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 未有的问题 好的 时间交给大牛 交给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友提出的问题 第一位网友问说 肿瘤转移到脊柱一定会瘫痪吗 不一定 因为肿瘤转移到脊柱呢 它对脊柱造成破坏 还有个过程 它基本上 它跟你破坏的程度 和你肿瘤在这个脊柱的位置 是有关系的 因为脊柱不同的位置 它这个稳定性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肯定是 不是的 不一定都瘫痪 对 但是我觉得也得看 就是你在什么时间发现 是吧 对 早晚 好的大牛 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位网友问到 说得了脊柱肿瘤 一般还能活多久 这个是不确定的 不一定的 因为脊柱肿瘤 即使发现了 它这种生存期呢 还是和本身这种原发躁 原发肿瘤的恶性程度 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 还有和你这种肿瘤 转移到脊柱之后呢 你其他脏器的转移程度 和你肿瘤到底是单发躁 还是多发躁 和很多因素有关系的 这个需要去具体去评分来判断 就是您见过的 比如说这个已经有这个脊柱肿瘤的 然后它生存期还比较长的 大概是多久呢 五年以上的我也见过 五年以上的也没有问题 对 好的大牛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位网友的问题 说现在是被疼了半年 目前呢有一点加重的病情 做过胸背X线的检查 做过腰椎CT 现在还是被疼 会是脊柱肿瘤吗 这种情况 做过CT CT上看有破坏吗 看来应该是没有 不知道 核瘤做过吗 因为这个单纯做CT 并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检查 就是还得再做核瘤 对 其实我觉得它如果被疼的话 肯定会有 有原因它才能疼 是的 对吧 我觉得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做过的所有的检查 都没有明确地指出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你现在就怀疑这个 我觉得是不是也不太对 也比较早 对 还是要不然您去找副教授给你看看 对 好 这个办法好 是吧 在这也要提示我们的网友 以后在发送问题的时候 尽量这个准确性要高一点 这样方便我们的专家解答 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网友问到 想问有没有什么自测的办法 可以看出脊柱有没有问题 自测 首先脊柱有问题是疼痛 刚才我也讲过了 这个疼痛 你要看是不是静气痛 夜间痛 如果要不动的时候 也疼得很重 睡不着觉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一般来讲 我们所常见的 包括前一个网友提那个问题 背痛 很多颈椎病也会引起背痛 对 所以说如果休息休息 能缓解就不用太担心 如果夜间痛有 这个是一个需要警醒的 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那就看 你是不是越躺着你越疼 不动静喜 对 这越疼了 还是应该注意的 好的 那么这个 我们虽然精选了几个网友的问题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利用节目这点时间 给大家一一进行解答 也希望大家谅解 那在这里呢 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自己的问题 说我还是希望能够解答的话呢 那就到几大医院去找傅教授 让傅长峰教授好好给您解答和诊断治疗就好了 那在这里特别替我们所有健康新主张的观众 感谢您傅教授 谢谢 今天医生带大家认识并了解了脊柱肿瘤的相关知识 在这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出现了腰背疼呢 这种疼表现为阶梯性 越来越疼 不管你是休息躺着呀 还是去按摩呀 并没有得到缓解的时候 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 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尤其是这个你越休息越疼的话呢 这叫静息性的疼 这就特别提起注意 平时呢 多关注我们的这个腰部 还有背部的健康 脊柱是支撑我们身体直立行走 和工作生活特别重要的一个部位 多注意休息 劳育结合 健康最重要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了 每周三周四晚上的22点22分 健康新主张首播 健康新主张 我们共健康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